繼續來看到家宜館的消息 家宜館25年 管立國國中學校的學生證 在100空出行李陶器 全民妨法素衛學生證 今天最好在英勤國中 幾乎看客記者會 英勤國中的動物 也透過行動局演出 學生證素衛法的方便性 我得現場好明 素衛學生證除了有交通 以及收駕幾乎工領域 以及結合道士館就職系統 當做文件管理 和實施比作用管理 各種方便上課 點名系統頂導航工領 即使作用的 所謂學生證 政學交通 住學生證 學生享用 日本理性以外 對學校來說 政學到學生證 環境管理 不然共和學校很安全 讓東西提倉 到學生證 行證 我們所有的國中 跟高中生 一共一萬七千位同學 開始用 這個有方便也有不方便的地方 這個可以用在商業性的部分 譬如說 坐車 到7-11 或是到去買東西都可以 只要你有儲值 不是不要錢 要先儲值 而且我們目前先跟悠遊卡公司綁死 先要用他們的 另外 你到學校來 出去 你爸爸媽媽都知道 老師也都知道你的行為 你要翹課 他都知道 你提早離開學校 老師跟家長都知道 但是這樣子 我們很多事情 父母跟老師會知道你的行為 圖書館都會知道 可是你要知道 現在這個世界進步的實在是太快了 所以我們台灣 希望不是開始再拚 我們也要趕快拚一個無人清理車 不能把別人今天的光榮 變成我們明天努力的目標 台灣要趕快加緊腳步 所以 教育環戰算價 科技環戰平衡 電話館強調 學生情結合悠遊卡 享受一卡 就用在便利性 用精準買用 依化的效衡時代來臨 也希望進一步 教育學生 利用科技 結合家宜官的在地 直接來重新建立 未來將使使用進行 再擴大結合 其他生活功能 並安心到國秀學生 前衣新聞 鍾來欣 該議官 蔡黃伯德